炸起来是这样的 它是脆脆的 很好吃的 你看脆脆的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要煮的是 紫薯脆饼 材料有紫番薯 木薯粉 糖 盐 胡椒粉 做法也很简单 只需要五种材料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点个赞 打开小铃铛 分享出去 我们接下去看 水滚了 把汁棒厨拿去蒸 蒸20分钟 已经蒸了20分钟了 可以打开盖子 把盖子擦给它吃进去 就熟了 就可以起锅了 把盖子擦给它 我们就熟了 把盖子炸在盖子上 把盖子炸在盖子上 盖子炸到盖子上 盖子炸在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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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糖倒下去 胡椒粉 盐 然后一起搅拌它 搅到它均匀 搅到均匀的时候 可以放薯粉 先倒一半 放薯粉下去先 搅拌它 认为它太干了 需要加一点水 水的分量是要慢慢加的 不用够夹太快 第二轮的也加上去 倒完它 你可以试看一下它会不会太软 还是太干 如果认为它太干 你只要加一点点水 水的分量 要慢慢加的 不用够太快 我才用手 用手搓它 现在我要把它倒出来了 倒出来再搓它 搓出来再搓它 它的干粉已经没有了 现在 把它一搬出来 搓它长方形都可以 或者是椭圆形都可以 如果你们要椭圆形就是这样搓它 椭圆形就是这样子的形状 椭圆形 但是炸起来就比较小片 如果你要这样方形也是可以 但是这样方形 如果你蒸的时候会比较长时间 但是炸起来会比较大片 就这样完成了 来一个空盘 放一点点的油下去 我用刷子跟它刷一下 我用刷子跟它刷一下 因为蒸的时候它才不会黏住 把它放下去 这样子就可以拿去蒸了 水滚了把盖子拿上来 然后把它拿去蒸 要蒸一个小时 用大火蒸 一小时之后 已经一个小时了 现在我要打开盖子 哇 好大 把它拿上来 等它冷先半个小时才可以放冷下 已经放半个小时了 冷了 现在我要把它拿出来 因为你的盘 放油 它就不容易黏 来一个保鲜袋 然后把它包起来 然后放在冰箱十二个小时 已经放了十二个小时了 现在开始要切 把包心袋拆起来 它很硬了 很硬的时候你切都才会包 一片一片的切包包它 炸的时候比较容易 也比较脆 也比较脆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点个赞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分享出去哦 每一片都是这样完成了 要记得它一定要切薄了 切薄薄炸的时候 然后它比较容易 吹吹 太厚了就比较硬 现在一片一片要抬住 等一下可以去晒太阳 一片一片抬 晒的时候也是比较快干 但是必须要太阳强强的时候晒就最好了 太阳很强的时候你就可以晒了 晒十二个小时 我晒了四个小时了 它会缩起来 变成这样子翘起来 所以四个小时了 你们跟它反一下 这样晒它就会平了 全部都跟它反过来 平了炸的时候会比较好炸 这样的话又再去拿去晒 晒了12个小时了 12个小时了它是干干的 干干了 你手抓一下它它会炒 告诉你们这两盘的 纸薯片有什么不同 一个是平一个会翘起来 平的原因是因为我晒了四个小时 没有跟它反 翘起来的是因为没有跟它反 所以它会变成这样翘了 这个是油 反的它会比较平 所以我建议你们晒了四个小时 就跟它反一下 反一次就好了 那么它就会平 油热的 把纸薯片放下去炸 再来稍微搅拌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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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就完成了 好了,把它们捞出来 这样完成了 这薯片已经炸完成了 现在要尝一个 脆脆的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点个赞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分享出去 也要过新年了 所以你们在家也可以自己做 祝你们新年快乐 我们下一次的影片见 记得要好